因为很多的家长都期待他的小孩子能成龙成虹 那是每个家长所想要的 但是这种期待是没有错 但是大部分的家长都会把读书的好坏 来决定他的主女是否会成功 其实人的一辈子的成功的机会是很多的 不能用读书来决定一切 IQ读书好就表示头脑好吗 请问头脑有好坏吗 赞成有的毛你几手一下 赞成有的头脑有好坏几手一下 都要几手就两种 一种有一种没有 不能有第三种 你赞成头脑好坏几手一下 OK放下 赞成头脑没有好坏几手一下 OK好放下 刚才没有几手的人请麻烦你几手一下 刚才都没有几手麻烦你几手一下 好一定要几手 你说头脑有好坏 我先来讲这个魅力数Q 就是IQ 一般人用的头脑的好坏 EQ就是情细的控制 情细好坏 CQ就是你的创造力 这个人的创造力强不强 XQ就表示这个人的那种执行力 有人工作就做到一半 每次都做一半执行力不够 ZQ你的团队铸商 你有没有团队的观念 还是各有意识英雄主义很强 在这个时代团队是很重要的 来 那个AQ就抗压能力 有人受到一天失败 或者说一点挫折 就非常的灰心 好像人生都已经变成黑白了 其实可以 人生可以reset的常常再来的 只有你有心修改它 机会是很大的 HQ不管怎样 你的快乐指数高不高 快乐指数高 你的学习能力会更强 但是有的人就是忧愁善感 常常非常的悲观 看到都是不好的 看到都是不好的 快乐指数 还有一个MQ 就是你的道德铸商 这个人有没有道德观念 当你找对象的时候 你找员工的时候 你找合同人的时候 非常重要 如果他的道德观念不好 你和他合同也好 你请他当员工也好 你的失败机会会非常的高 因为没有道德观念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 什么时候会发生问题 你不知道 对不对 对 再好的体制 再好的体制 只要人是不对的 到最后还是会不对 所以MQ是非常重要 PQ 你的运动 运动指数高吗 最近有个影片叫 欢滚吧阿信 有没有 有 有看过吗 有 就像这个 他的运动指数就非常的高 他是父母亲期待他读书 期待他读书 他就喜欢运动 妈妈是单亲家庭 他就运动有什么前途 到最后他真的是拿金牌 有机会我们可以分析这个情形给大家参考一下 最后一个 SQ 你的灵界 灵修的经济高不高 你的本质 灵修的经济本质如果高了 其实你会发挤很多的EQ 发挤很多的EQ 所以你说人的头脑有好坏吗 真的很难讲 贯者为输 我上个堂课就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前辈已经分析过 你的头脑真的是不能讲出有好坏 当到厨房的时候你就发现妈妈比你厉害 到厨房妈妈有没有比你厉害 有 对啊 你读的协力你协力比他高 但到厨房你就输给妈妈了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路有你赢不了正道 你现在赢不了他嘛 对不对 但是他输不表示他读的比你好 但是今天这目前的情境他比你强 所以说头脑的好坏要问说哪一个领域 哪一个领域嘛 对不对 是 OK 那来 我们今天要从EQ来谈起 EQ 情绪 请问情绪可以控制吗 可以 来 战争可以控制几手一下 100%接近100% OK 放下 战争情绪不能控制几手一下 好 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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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真情绪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 他们说可以控制嘛 你说不能控制嘛 对不对 就是奇怪 我就是不想生气 就有时候会 情绪会变化 对不对 更恐怖就变脸 变脸 对不对 嗯 好像他比较熟悉 好 除了影真之外 有生气过的人举手一下 有生气过 情绪都可以控制 为什么你要生气呢 影真好像答对哦 是不是好像答对了 是 好 再一次放下 影真人坐下 请问情绪能控制了几手 情绪能控制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情绪能控制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对啊 放下 情绪能控制 为什么离婚力会那么高 当初结婚的时候 你有看到人家结婚那天吵架的吗 应该没有嘛 对不对 但到最后为什么会离婚 就是情绪很难去控制 所以情绪要控制啊 要从你的灵修提升 情绪才会控制 真的 如果你说情绪可以控制 我会非常怀疑 对啊 对啊